大家好就是滴滴滴滴滴滴 猫滴滴 新兰这对在科学界恋爱可谓是一波三折 从樱花般徽章开始 习姬就知道让老爸罩着准媳妇 到后来习姬把自己的钱当作小兰弄丢的班费 然后和小兰一起滑雪 一起纽约之旅偶遇酒场亲妈 再到空手道优胜和小兰一起去游乐园 接着这个卡儿就来了 而且还过不去了 习姬被干爹疼爱着关下A要从此柯南诞生了 而这时的小兰才大胆的跟柯南表白习姬 习姬也借助柯南的便利身份莫名其妙的 就信心大增开始了慢慢追其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名侦探柯南中新兰大新年互赠的礼物 前锋高天自备一道素 要说小兰给习姬的第一件可能都算不上礼物的礼物 估计都要被小伙伴们遗忘了 那就是在米花保育园 因为小伍郎踩碎了小兰的樱花般徽章 非律师给小兰做了一个纸质临时的 就因为这个纸樱花徽章 小兰被同学欺负 还弄坏了纸樱花徽章 于是趁着大家午睡的时候 回忆着非律师是怎么做的 想重新弄一个 被走错教室转学而来的洗衣机撞见 而知道小兰做纸樱花徽章的原因的 她把自己的樱花徽章藏起来了 小兰一看 你也没有樱花徽章 就把自己做的手工樱花徽章送给了洗衣机 于是 这枚纸质樱花徽章和小兰的那张笑脸 在洗衣机幼小的心灵里放了一把火 这一烧就是十几年 在洗衣机变小的这半年多 小兰送给洗衣机很多礼物 根据迪迪不完全统计 小兰一共送给洗衣机两次巧克力 两件衣服 一个水杯 一个球星签名T恤 和一个定情之吻 巧克力片 这两次巧克力还是很甜的 第一次是情人节 小兰被原子拉去联谊 知道小兰准备巧克力 还不是给洗衣机的柯男决心 翘所钻进背箱 尾随小兰到了联谊会现场 就想看看这个巧克力到底给谁 看着小兰对纠缠自己的肌肉男 做给洗衣机柯男总算是松了口气 俩人在西洋中分享了这份情人节甜蜜 而第二次也是原子 拉着小兰带着柯男千辛万苦进了深山 为了他心爱的阿珍 做了情人节巧克力 却遇到了命案 想想阿珍男友力报表 原子还借机表白 阿珍还留下了明场面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巧克力 想送的人却不在身边 委屈到暴风哭泣 看在眼里藏在心上的柯男 只能偷偷努力 趁着小兰睡觉 悄悄品尝小兰这份心意 顺便留下了小兰的睡颜 却被小兰吐槽 明白的人都明白 翻译一下就是 我想见你 但我却不能以精神小火的身份见你 大家都以为 洗衣机喜欢吃的食物是柠檬派 但洗衣机真正喜欢吃的 只是那个叫毛里兰的女孩 亲手做的食物而已 衣服片 相信小伙伴们一定记得 小兰曾经送给洗衣机一件蓝猫衣 这件毛衣送的让柯男一度心慌 感觉自己慌到颜色都变了 因为小兰这阵子总是借口控制到训练晚归 正好小偶狼体检的医院 老新出医生的儿子 新出致命还在小兰外出这段时间在递单高中 再加上小兰一直看着新出医生 在老新出医生被杀案破了之后 小兰还被新出医生拉走说悄悄话 这让柯男挠补出了一个 新娘嫁人了 新郎还不是自己的悲惨故事 知道新出医生是想向小偶狼道歉松了口气 但是小兰红着脸跟新出医生说 请把身上的毛衣借给我几天 柯男更是一点蒙蔽 就当全世界人都觉得 不会吧不会吧小兰病心了 结果几天后 习机收到了小兰的礼物 蓝毛衣 虽然现在自己穿着不合身 但是还是认认真真地穿在了身上 而另一件衣服是件红衬衣 那是小兰为习机准备的生日礼物 星座书上说 五月小兰和习机的幸运色都是红色 所以小兰在习机17岁生日前一天 在圆子的陪同下买了这件红衬衣 而这个颜色也在习机生日这天救了他们 水杯篇 这次还是和圆子一起去的逃一教室 俩人都烧着了水杯 因为圆子送给阿珍的水杯太大了 被阿珍当成了花瓶 圆子就和小兰抱怨 正好零食吃完了 柯男帮小兰拿零食的时候 看到了小兰和圆子一起烧着的水杯 上面写着 大笨蛋推底狂 瞬间就明白为啥小兰没送给自己了 但无意间看到了杯底的字 瞬间脸红心跳 心情大好连玩游戏都不忘了嘚瑟 签名篇 大阪3K事件中 柯男一星人收到了黑鸡的邀请 到大阪参加一家餐厅的开幕酒会 酒会邀请了席鸡最喜欢的足球明星雷卡提斯 在提问环节小兰举手向雷卡提斯要了签名 雷也很大方的签在了自己的球衣上 赠予是突袭鸡 这让柯男很是感动 连边上的黑鸡都忍不住羡慕 提醒柯男要回去打电话感谢人家姑娘 当然和前面相比 小兰送的最珍贵的当属清水寺定情文 在大本中下告白后 席鸡就像个面试的应届生一样 等待着小兰最终决定录不录用自己 毕竟这个运气超好人气超高的女孩 说十足把握也没那么自信 而休学旅行清水寺舞台上 小兰终于给了席鸡一颗定信文 也给了所有柯男迷追了几十年的鼓励 当然送东西不可能只有小兰自己花心思 席鸡就敢掐软饭不是 正是因为席鸡的回礼 俩人才慢慢的升温直到定情 手套篇 洗衣机消失很久 突然出现在卡拉OK杀人暗中 还没等小兰见面 洗衣机就消失不见 满心以为能和洗衣机本尊见面 就这么在大雪中 在洗衣家家门口等了三小时 最后心痛到没有办法的客男 只能让小兰进入滚筒架 利用极为不科学的停电 是在摸手的方法 送给了当时都被动马爪的小兰 一副红色手套 以至于这一集摸手 一直被大家吐槽 手机篇 要说洗衣机送小兰手机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小兰看到原子和阿珍 有了情侣真相 有点酸了 于是 困难以洗衣机的身份 也送了小兰一部手机 当然 那时候还是直板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呀 在洗衣机变小之前 和小兰去水族馆遇到命案 随手把小兰的手机 放进了小兰的帽子里 小兰还不知道 破案后离开水族馆时下雨了 于是 小兰就这么一卸帽子 帽子里的手机 直接滑进了下水道 于是 洗衣机就只能给小兰买个新的了 松鼠玩偶片 还记得 洗衣机和小兰一起去有乐园 小兰喜欢的那只大松鼠吗 原本喜欢的那只大的 看那价格的洗衣机 吓得瑟瑟发抖 只能拿只小的红小兰 就像在纽约 小兰生病康复后 在公园里洗衣机 给小兰看到的那只一样 于是 那只小松鼠 就成了小兰桌子上的玩偶 并且 小兰拿的那只大松鼠 也在哦 你们品 仔细品 酸吗 桃花片 在红色杀鸡梦幻曲中 死者用花语表达自己对凶手的感情 柯南在回到事务所时 也给小兰买了一束花 是桃花 小兰本来开开心心的 但是一想到桃花的花语 天下无敌 瞬间就不香了 其实桃花在日本的话语中 除了天下无敌 还有一种就是爱情的俘虏 当然我觉得洗衣机送小兰桃花 可能只是单纯的认为 这个女人天下无敌吧 金卡片 要说这个金卡 我可就不困了 因为柯南受伤感冒后 吃了小兰研究的A药初代解药 暂时变回了洗衣机 在学校校园季结束后 洗衣机约小兰 到自己父母定情的 米花料王餐厅吃饭 本来洗衣机是想和小兰 说说他们感情的事 但是被尖叫声打断 小兰看着洗衣机这种不破案 吃不下饭的样子 就让洗衣机赶紧去破案 就在小兰等着案子破了 还听服务员说 他们现在坐的位置 在20年前有一个浪漫的求婚时 洗衣机要劲过了 变成了柯南 柯南只好把自己老爸的金卡 送给了小兰 买单 于是小兰拿着洗衣机老爸的金卡 当然也不能便宜放自己跟着洗衣机 索性吃冰淇淋吃个够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且任性 侯唐篇 这又是一个情人节的故事 就连柯南都不太明白 为啥每个情人节都过得那么隆重 然而他还是过了 这集柯南里几乎所有确定的CP都聚重撒狗粮 只有没确定关系的小兰在很掐了一顿柠檬之后 差点给酸哭了 柯南最爱的食物是什么呀 小兰做的所有吃的 柯南最怕的是什么呀 小兰的眼泪呀 赶紧在油箱里变出了一包猴糖 于是小兰甜了 我们似乎觉得小兰送洗衣机的东西都很普通 而洗衣机送小兰的礼物却显得有些贵重 比如手机金卡 然而却不是这样 小兰送的毛衣是非律师学了好久亲手之的 小兰送的杯子 那句刻在杯底我会一直等着你 是隐藏在大笨蛋退礼狂下的咆哮 少女的娇羞和真情 小兰送给洗衣机的每件礼物都看似普通 但洗衣机却受到了心动 而洗衣机送给小兰的 不是我会给你全世界最好的 而是给你全世界你最喜欢的 包括那个叫工程新一的人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转发收藏评论点赞 就这次拜托了 我来说你来看我们下期 不见面再来个见 大笛笛我们的 大家在来看手里 我会来看手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